能够增加亲人之间的 这一个凝聚力的 任何负面的想法 言语 行为 还有能量 比如说 家人之间 同事之间的争执 常常会有沮丧 或者是 大家彼此之间都很冷漠 没有亲和力 没有亲切 这些呢 其实都会让整个环境 转为比较负面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如果是身为父母的 真的也要留意 如何高情商的 去应对 小孩的各种的一些表现 行为或者是反应 我们尽量减少 打骂的这个现象 或者是指责的 这个方式 相处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的 不但会影响小孩 孩子 他整个的心灵成长的过程 也会影响了 整个家宅跟家人之间的 那个关系 好 那么呢 如果是说 家人之间 现在其实我们都有手机 包括了很小的小孩 有的时候呢 可能真的是生活上 学业上的需要 他真的一直要接触 电子的产品 像电话 电脑 或者是 他需要有自己的消遣 父母又没有时间 一直陪他 有其他事情要忙 那么只好让他 来看电视 这一些 但是呢 其实也请要安排 一定的家人 一起相处的一些活动 OK 或者是 大家一起可能 可能去一个公园啊 或者是进行一些 家庭的一些小游戏啊 或者是手工啊 或者可能一起看一部 也是看电视电影 但是大家一起看 可以为同一部剧呢 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呢 就单纯的 大家可能嬉笑 打闹一番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呢 是能够增加 亲人之间的 这一个凝聚力的 总好过 大家都是冷漠的 没有彼此交流的 只是跟手机交流 手机成了他更重要的 一个家人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其实 也是家政觉得 我们时刻也是要注意 跟提醒自己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呢 是个人的那个能量 已经比较弱 不好了 身体的气场 也已经比较弱的话呢 也会受到这些负面能量 更多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要保持家宅 维持在完美的 或者是更多的正面能量 正面磁场的话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付出的各种努力 也包括了家宅的 一些进化的 一些方式跟方法 它就能够为我们 吸引来更多正向的人 事物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 跟自己家人相处之外 那我们在家里 充好电了 走出去 其实呢 也可以更好的 遇到更多的 一个好的人员 好的机会 好的事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先生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赞 订阅 小赞 订阅 小赞 订阅